因為呢 就算國民黨把陳柏惟罷免 接下來國民黨要面對的是什麼 國民黨要面對的是 他提出來罷免陳柏惟的所有的理由 就會如影隨形的跟著國民黨 所有的全民全國的民眾 就會用你現在曾經講過這些道德標準 來檢驗你國民黨 你說陳柏惟你找出他十年前的事蹟 甚至是更小的時候去打電動的這樣的事蹟 然後說這個人 這個我記得國民黨的幹部 還講得很難聽的話 說他這個人格人品根本低劣 應該主動辭職下台 如果這樣子罷免成功 那大家就會問啊 請問國民黨籍的高雄市議員黃紹廷 要不要自己辭職下台 按照你國民黨的道德標準 明年地方選舉 國民黨提名所有縣市長 以及呢縣市議員的人選 有案底的你朱立倫要不要去給他站台 有前科的更嚴重的 殺警案的這個蕭景田 然後呢這個涉毒的張漢天 你還要提名他你還要幫他站台嗎 還是說朱立倫會以他的高道德標準 這些人通通開除 恐怕不會吧 所以大家如果還記得韓國瑜被罷免的事件 韓國瑜為什麼被罷免 因為他這個剛選上高雄市長 立刻落跑說要去選總統 所以他被罷免嘛 你知道這韓國瑜罷免之後 這個道德標準當然同樣的 也回過頭來放在檢視民進黨的真實人物身上嘛 所以很多現在任期屆滿的 這個快要屆滿的縣市所長 都還是要坐好坐滿 那朱立倫你有沒有想過你的國民黨 能不能通過你自己講出來的標準 就這麼簡單嘛 現在這個前幾天這個3Q的罷免的說明會裡面 我聽到這個領賢人 當然他是一個民眾嘛 我們尊重他這樣的權利 可是他提出來的理由 你一聽就覺得 都是一些非常非常表面的理由啦 包括說什麼陳柏惟個性暴躁 也要變成罷免理由 那鄭立倫不是應該立刻下台嗎 他比陳柏惟暴躁多少 這麼暴躁的一個人 你國民黨還不是讓他當立委 對不對 那所以這整個全部來說 這些理由都是一些表面 是你已經決定要罷免他了 你才在找理由 那你為什麼已經決定要罷免他 恕我直言啊 這是為了嚴加的地方派系 量身訂做了一次罷免活動嘛 今天一個立委才剛上來 才做一年多 任期還不到一半 你就已經要準備投票罷免他了 那你不是他才剛上任你就已經在準備罷免他 他做了什麼沒有啊 為什麼要拉他下來 因為嚴寬恒之前輸他五千票嘛 那現在嚴加想要當立委嘛 所以這個人必須被拉下來嘛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而已嘛 那所以我們人民 人民是這個國家的這個主人啊 要配合嚴加做這個演出嗎 我們要配合中國國民黨做這個演出嗎 我們要配合中國國民黨背後還有個中國共產黨做這個演出嗎 有必要嗎 有必要這樣子來傷害台灣的民主嗎 為什麼我會說這是對台灣民主一個傷害 因為這個陳柏惟他是激進黨唯一一席立委 而且也是現在台面上啊 所有這種小型政黨當中 真的非常非常艱困 在國會裡面竟然在單一選區制突破選上立委 其他的都是用不分區選上 所以是很有指標性的嘛對不對 非常指標性 如果他任期不到一半就被拉下來 這告訴我們什麼 這告訴台灣所有從事政治的年輕人說 你要突破單一選區制的這種障礙的話 你只能兩個選擇啦 第一個加入到大黨 第二個呢投靠到地方派系 否則的話你沒有希望 就算你突破了這個選上了 還是立刻任期不到一半就被拉下來 一年之後就要面臨罷免的考驗 那你說我們不是很期待說 台灣的政治要走向多元嗎 我們不是很期待說 除了國民黨民進黨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政黨可以供選擇嗎 那如果陳柏惟真的被罷免了 我跟各位報告啦 未來台灣的政治就是剩下兩黨 可是你做不到一半 你就說人家都沒有建設都沒有服務 你還沒有給他足夠的時間去服務 我說真的 我自己也是小黨 而且才剛選上也不久 你要知道這個根要扎下去 當然他需要時間 那你嚴加現在用了這種所謂三合一的手段 這個鋪天蓋地排山倒海而來 要把這個人拉下來 來 范老師 因為現在不光是我們台灣的事 現在已經升高到國際囉 連這個中共都出手啊 那日本勢必關注嘛 所以在日本跟中國之間 難道都要介入台灣的這個罷免案嗎 這恐怕會成為一個國際事件喔 沒有錯我覺得這個中國永遠都是豬隊友 都在幫民進黨都在幫蔡英文都在幫陳柏惟 今天這個這個市議員啊 他當然只是一個神護士的市議員 這個這個上田寬宏 他為什麼要出來挺陳柏惟 我相信他應該比較關注他當地的神護士的一些市政啊 他為什麼跨海來關心這件事情 原因就是他看不下去了 而當這位上田寬宏 他現在也遭受到中國駐外的大使館 這個政治人員的壓力喔 同樣的這不就等於陳柏惟一樣嗎 他被嚴加這麼大的一個家族的組織 的壓力同樣都是承受很大的壓力 都在對抗龐大的壓力 上田寬宏面對的是中國大使館的壓力 對 那我們知道這個陳柏惟面對的是 嚴加 台中嚴加 還有國民黨的壓力 對 所以說同樣都承受壓力 所以當兩個都是承受壓力的人的時候 他們當然自然會產生一種互相打氣 互相鼓勵 互相支持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這變成說 當他變成這個國際事件的時候 如果連上田都看得出 如果陳柏惟被罷免掉 最高興的是中國共產黨跟中國國民黨的話 我認為台中市的第二選區的民眾 也一定看得出來 而且現在這個跡象越來越明顯了 中國不斷是在央視的海峽兩岸節目 公開的支持罷免陳柏惟 公開的支持朱立倫罷免陳柏惟 現在連他的中國駐日本的大使館 或者領事館 總領事館也出手了 所以這就表示 他不是單純的所謂的藍綠對決 他已經上升到了統獨之爭 而且這個手法是非常的粗暴 直接威脅要取消台日的交流高峰會 對 這就像 這力道非常的強 我們都知道 之前我們的這個像那個捷克的 這個參議院院長這個韋德齊 還有包含捷克的布拉格市的市長賀吉普 他們要來台灣訪問的時候 也被威脅啊 中國駐捷克的大使張建敏 當時也叫他們不可以去啊 還記得嗎 韋德齊的前一任的議長叫做柯家洛 他在去年一月份20號的時候不幸往生 他在之前幾天 他去中國參加那個中國農曆新年的這個活動 就跟當時這個張建敏 這個中國大使 癱瘓不慌而散 回來之後就莫名死掉 所以他的家屬一直對他的死因存疑啊 而當時張建敏就是告訴柯家洛 你不要去台灣 柯家洛本來去年就要來台灣訪問 結果因為柯家洛 違逆了中國的意思 後來不幸往生 那是不是中國造成的 第二個後來為什麼韋德齊一定要來 他就不願意承受中國的壓力 那現在日本的總領事館也實施 也對這個上田寬宏也實施壓力 那我覺得這種會引發國際間對中國更加的反彈 對 第二件事情 我終於知道楊文元是誰了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霸陳柏惟的海報 每一張海報上都有一個字 發起人楊文元 他說楊文元很想紅哦 我大膽的研判 他未來是不是準備要選什麼市議員 對啊 否則你看他這個到處都有他的名字 奇怪了 我就覺得這個人是什麼人這麼有錢 三頭六臂這麼多海報 各種大樓上的海報 還有這個小蜜蜂宣傳車 原來就是這個年輕人 對 他還說他資源沒有陳柏惟多 沒有錢 那請問你告訴我你的錢哪裡來 我們當初霸函的總部 他們都有公告他們的所有的經費的明細 包含他們的哪個地方花了什麼錢 捐款多少錢 而且還有會計師認證 那請問一下 楊文元你們現在呢 你的那個網站到目前為止 募款的網站都還沒有 那個欄目都沒有開啟 那你錢怎麼來的 對 所以我覺得楊文元 但是楊文元這個人 肯定背後就是嚴家嘛 就是嚴款橫家族 他只是一個 剛剛的話三代都是挺嚴家的 他就是個代理人而已嘛 那從昨天大家看到他那個表現 真的我不需要講太差了啦 這種表現 如果這個罷免案通過 以楊文元的說法 那真的是天笑大笑話 他們所提出的理由 包括什麼中火議題 避重就輕 藐視民意 政策護航 個性暴躁 有實力委身份 還有防疫 這些都是很模擬 這什麼叫做藐視民意 你舉出來嘛 具體的 而且你們講 他什麼反對疫苗 根本是假 他是反對中國疫苗 他講了這麼多次了 連個性暴躁都可以罷免你 皮膚暴躁 對 我想說 長得不夠帥可以嗎 那這個就是 這個看起來就很空洞的 很荒謬的啦 所以我必須要講 今天 我覺得剛才所談的就是 我們是 你支不支持陳柏惟 那是電影會 但是我們不能讓台灣的這個罷免 被人胡鬧 對 被人政治報復 對 被人輸不起的 把你搬下來 我取而代之 對 那如果這樣我們就不用選舉了嗎 任何選舉我輸了 我燒 我再用罷免你罷下來 我再取而代之 對 那請問這是一個民主政治的常態嗎 對的確 這個罷免要有充分的理由啦 不是先射箭再畫法 先這個讓罷免案通過之後 然後再來想理由 結果想出來理由 是這樣的荒腔走板嘛 來這個民嫌 怎麼樣看這個 3Q總部所提出的罷免理由啦 這些理由 如果真的是成為理由的話 那未來國民黨恐怕會面臨同樣的檢驗喔 其實這場罷免跟北京根本無關啊 根本不關北京的事情 北京是一個沒有民主的一個國家 我覺得他至少先有地方選舉 或現場選舉 省場選舉再來說吧 他先有地方選舉再來談民主 再來談罷免 他大陸真的離民主還很遙遠 所以他在那邊指指點點 我想只會增加台灣民眾的不耐跟不耐 所以他是豬隊友嗎 他不是豬隊友啦 他連隊友都不是